我们尝试从人物 从城市来出发 来看看这一套独有的中国式的思考 在我们理解台湾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之前 不能够不先理解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爱恨其仇怎么会搞到烽火连天呢 这分手之后 扯出了性别争议一云 新北市这位男子因为受不了前女友 在分手之后到处散步 说她曾经接受过变性手术这样的事实 一状怒告法院 而法官的时候调查发现 所谓散步并不是女子 所谓是她的现任的男朋友 喝酒喝猫了之后 跑到她的家门口来叫嚣 而且接受手术的确也是事实 因此判决无罪 邻近的社区大楼 传出邻居因为出言侮辱对方 闹上法院 一名黄姓女子经过手术 变成男生和潘小姐交往 让人感情破裂分手后 潘小姐转而和楼上李先生在一起 还透露前男友其实动过变性手术 为了跟我分手啊 然后就是 就是跟男方讲了很多 好像我对他很不好的事情 几次为了他要 回来搬东西 然后就在我家门口大声咆哮 李姓男子替女友出气 多次在黄先生家门口 指名道姓 大喊变性人 让他非常气愤 怒告前女友毁谤 不过法官判决结果 认为变性人是中性陈述 黄先生确实有做过变性手术 潘小姐没有毁谤 判决不起诉 听到说竟然是不起诉的情况下 我觉得非常的压抑 因为他已经不只单单造成我个人 而且还造成我的家人 到现在黄先生还要靠吃药 才能入眠 对家人还自己造成很大困扰 现在只希望风波可以快点平息 这是我刘瑟 杨荣 新北市报道